我們還是要聽評審來做講評的啊 丁曉雯老師 請 哎呦 開春這個敗部復活賽啊 人緣有希望 個個沒把握 對吧 這個離開這個舞台太久呢 多半會有點聲澀 尤其第一棒的李承宏 要拿出你的自信來 我覺得你現在最大的問題 還是沒有自信 OK 好 今天整首歌呢 我覺得音準是最大的瑕疵 音準很不穩定 所以你的語氣 表情 聽起來不肯定 所以很難說服人 那記者今天這個歌 我覺得你難得輕鬆 我本來覺得你輕鬆 應該有更好的表現 但是今天 怎麼也是音準很不穩定 可能太鬆了 氣也鬆了 然後呢 今天這個歌 其實還有很多的尾音 是短尾音就好 不要唱那麼長 唱了太長的尾音 會聽起來有點呆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顆心 把我整個遺憾留給你 我覺得這一第一趴呢 有一點不相上下 各善勝場也各有缺點 大家加油 好 可能現在剛回來 打第一棒對不對 又比較緊張一點 我們再聽一位老師好了 洪敬堯老師 好 好 陳鴻 哇 大過年選 那麼孤單的歌是失戀啊 沒有沒有 因為就是一直很喜歡這種 木吉他那種伴奏的感覺 是是是 好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出在只有一把木吉他 你的聲音跟木吉他的搭配 就很重要了 所以也相對 你有一些唱歌的一些 比如說的一些閃失 都會聽得很清楚 這個歌還有一個重點 它在副歌它有一些真假音 那我覺得你用的比較少 其實如果你真假音用多 我覺得會是一個特色 會增加在 你今天的表演裡面 會給你加分的 好不好 記者呢 因為你是故意去營造一個 G key 轉成A key 其實它就是一個 SEN key的感覺 所以你前面的音準 會比較不好 是因為你可能唱那麼低 不好唱 所以有些低下去的音 你的確是有一點閃失了 音準 我覺得可以再唱輕一點 唱輕一點 我覺得會輕鬆 然後你自己不要那麼勾 那就會更好了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今天是敗部復活呢 是我們來挑戰 我們現役的選手是李季澤 對 那我們當然先看現役的選手分數 評審請給分 天天想贏的李季澤 這一首天天想你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繼續發行90 90 90 小數點繼續跑 3 4 恭喜得到90.4分 愛役的挑戰者的分數 能不能跨過李季澤呢 評審請給分 可以回到這個舞台上面的陳宏 這首歌得到的分數是 10 80 90 90 目前同分小數點是關鍵 小數點有沒有 得到的分數是 90分 謝謝 謝謝 是 既然難得來上一次舞台 評審講一次經驗 就要吸收了 很感動你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觀眾 來跟記者握個手好不好 好 所以挑戰雖然失敗 但是呢 我們賺得人緣 兩位 稍微休息一下謝謝 謝謝 謝謝 第一棒挑戰就沒有成功了